今天早上八个老子老子走了 我去送他俩 他非要跟着哥哥去哥哥学校 走走走 给哥哥送去学校 他回来换个裤子 上学 哎呦 慢跑慢跑 开车 很多姐妹问 这阿姨来家里住 那婆婆去哪里住了 婆婆的房间直接让给这个阿姨住了 本来我和我老公说的 我的想法是把我老公那个书房 收拾出来买一张床 直接婆婆的那个屋住就行了 然后呢我老公也不知道咋想的 估计是我婆婆也不想在家里住吧 因为确实她也不想看孩子 然后也不想做饭啥的 就这样她想出去住 估计跟我老公说的意思 让她出去给找个房子 然后前两天我老公就跟我说了 给婆婆出去找个房子 本来之前我们就是说好的 在家里住就行了 因为我们家现在开销也挺大的 之前就因为开销的事 给婆婆交车贷还车贷 给大白哥还车贷的事 就吵了好多次架 然后在以后我就没说过 但是呢这次因为住家阿姨来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确实没有人帮忙 我也必须得找住家阿姨 然后呢我就跟我老公说的意思 尽量减少开支 因为家里还要有阿姨 还要交房租 还有孩子的学费什么的 再出去找房子 还得给婆婆交保证金 还有房租 反正我也不想跟她吵架 然后我老公也没说什么 后续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反正她自己挣钱 然后呢大家也不要说 我给婆婆撵出去了 怎么样的话 因为确实 婆婆也帮不上我忙 我又必须得找阿姨 那她又不想在家住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只是想靠我们两口的双手 把这个家的日子过好一些 毕竟这个家确实没有人能帮上忙 但是呢她还总是给你添乱 我就没有招了 所以大家轻点喷我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 在网上找到的一家有名的韩医院 其实就是中医院 他们也摸卖呀 然后也那个就是给开中药啥的 他们叫韩医院啊 大家懂得都懂 然后在网上查嘛 因为我不是生完三胎 现在是一个多月 还不到两个月 然后这几天我也没怎么开展工作 就是平时嘛 虽然说没工作 也没干啥重活累活 但是就像粉丝 有一个粉丝姐跟我留言说的是 你闲事太多了 闲不住 琐碎太多 你说一会儿接孩子 一会儿她去什么补课班 各种事 我啥都没干 什么刷碗 拖地我都不干 家里爱乱套乱套 这现在阿姨来了 我也放心 我也不用管了 就是走两步道 就接老二的两步道 走两步道回来 我都觉得腿疼 然后因为去 前两天正好出车祸嘛 就去这个楼里的医院 拍了片 他说是我神经压缩到了 应该是那个意思 就是心疆 好像就是神经压缩了 然后他说让我做屋里治疗 然后平时的话就直起腰来 或者趴着做那些动作啥的 但是呢 做了好像也没咋好使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产后修复 正好就出现一个广告 我觉得吧 应该是不像是那种假的 因为我之前就在网上找过那种医院 去了确实挺好的 然后正好这次找了个产后修复 她那块产后修复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女性生完孩子因为那个骨盆嘛 骨盆就是被打开了 胯骨就变宽了嘛 可能就还没回去 需要喝中药调理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矫正啥的 然后 本来前天就要去 这天忙的 就是从早到晚没有闲 时候我基本上就是 早晨起来 给他们送去学校 然后在家里边就看老三 也还得或者有时候 那个在家里弄弄别的事情 就一天就过去了 这样上补课班啥的 今天空出来时间 正好阿姨来了嘛 很多姐妹说 你第一天来阿姨 你就放心把孩子扔给她 然后家里有监控 反正也没有事 老太太68岁了 也在人家干了14年 也不像什么坏人 然后那个应该没啥事 再说就是 宜人不用用人不宜嘛 既然咱们想好好用人家 咱就别那个啥 希望她能好好对老三 反正没事 我每天都看见空闪的 这个最近 正好空时间去看一下 能不能调整回来 而且这阿姨也挺好的 你看刚才我录的视频 她把阳台全都收拾干净了 然后把那个婆婆的房间 也全都收拾干净 整理好 柜子全都收拾 然后那个厨房的杯子 上面的柜子全都打开 擦把碗都重新摆一遍 然后洗衣房 也头全都收拾出来了 外边走廊 那个东西都堆的 不要的都扔掉了 反正就是都弄了一遍 大家看到那个走廊 头上有一堆箱子嘛 那堆箱子全是婆婆的衣服 都是那个 从婆婆那个房间 因为婆婆嘛 在我去美国 那两个半月的时间 她都在家里自己住 然后她可能就把所有的衣服 全都拿家里来了 我回家的时候 她那个房间里面堆的全是衣服 应该两个多月 她都没在她房间睡觉 就是全是衣服嘛 你们看到那个袋子里 全都是新衣服 她又不拿去卖 哎呀 我看我那些衣服 我都上火 估计就我们家走廊 那么多箱子 然后我说让我老公 去拿到店里去 估计店里也全都是衣服 也没有地方放 哎呀 姐妹们 你们谁来韩国 快吧 买两件她的衣服吧 愁死了 主要是她那衣服吧 又不便宜 很多姐妹说 你给她卖卖呀 我都没法卖 你说 我给她加钱卖吧 卖不出去 我给她赔钱卖了吧 她又不让 哎呀 往后她又能 那么多箱子 全是新衣服 我又不能穿 出发了 快去快回 这还有中午时间 一会中午吃饭了 人家就休息两个小时 又没有时间去了 下午还接孩子 走了姐妹们 对了 这个奥迪Q7 它的充电口在哪里 我就愣是没找着 有没有开Q7的姐妹们 告诉我一下 这干摸都没摸着 那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这里边也没有 在哪里 不会开的这车 会开找不着东西就是 哎呀 你们看到告诉我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